各位初级的学员大家好 那么第一章呢我们还剩下两个考点 分别是会计职业道德和内部控制基础 那这两个考点呢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那虽然是新增的部分呢 但是呢他们的内容上是比较少的 而且和其他章节也没有什么关联性 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内容是比较少的 实际上这两个内容不那么重要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千万不要抠字呀 只要把老师强调的内容掌握了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三个考点 会计职业道德 那么在这个考点当中呢 我们要讲到的是两个内容 分别是会计职业风险的相关概念 以及会计职业道德 那我们首先来学习会计职业风险的 相关概念 那这里我们给了一颗心 那说明它是一般重要的内容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会计职业的概念 什么是会计职业呢 那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职业呀 是不是就是通过提供服务 获取合理的报酬呀 那会计职业呢 不就是通过提供会计服务 获取合理的报酬吗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会计职业的概念 就是利用会计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为经济社会提供会计服务 获取合理报酬的职业 好 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会计职业的特征 那这一块一共包含了五个特征 那第一个是什么呀 社会属性这个特征 也就是会计职业它属于一种社会的分工 那我们是要履行会计的职能的 那第二个特征是规范性 我们是有专业的规范操作要求的 那第三个经济性 那会计职业嘛 它肯定是通过提供会计服务 要获取合理的报酬的 那这就属于会计职业的经济性 第四个是技术性 那我们会计职业是采用专门的方法和程序来提供服务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时代性了 就是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对不对 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会计准则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计职业的五个特征 简单再记一下 社会属性、规范性、经济性、技术性和时代性 好那了解了会计职业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会计职业风险 那会计职业风险就是会计职业行为产生了差错 或者是不良的后果 应该由会计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说的会计职业风险 就是产生差错或者不良后果了 那我们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嘛 那对于会计职业风险 它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 这块有个印象就行了 哪两个方面呀 一个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公息治理 所以这一块我们知道 会计职业风险主要产生于这两个方面就可以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经典题界上面的经典例题了 来看第一题 这是一个多选题 下列属于会计职业特征的有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五个方面呀 包括社会属性 规范性 经济性 技术性 还有个谁来着 是不是还有一个时代性呀 这就是会计职业的五个特征 好再来看第二个是一个判断题 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 是不是有可能产生会计职业风险呀 没问题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会计职业风险主要产生于哪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 另外一个就是公息治理 好 那么会计职业 会计职业风险我们了解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内容 会计职业道德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给它两颗心 它属于比较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对于这个考点 那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涉及到的话 更有可能考察的是这一块内容 那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会计职业道德呢 会计职业道德 就是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当遵循的 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 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 这就是我们说的会计职业道德 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会计职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那么它由哪几部分构成呢 这块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多选题来掌握 它是由会计职业理想 会计职业责任 会计职业技能 会计工作态度 会计工作作风和会计职业纪律 这几个部分构成的 所以你看一下 是不是都是带职业或者工作喇字的呀 带职业的有谁 理想责任技能和纪律 那么带工作喇字的就是态度和作风 这就是会计职业风险的构成 好那最后一句话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 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诚信 好那么了解了会计职业道德之后 我们接着来做一些相关的题目啊 来看我们的第三道经典议题 单选题 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是什么来着 就是俩字 诚信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的是第一答案 再来看这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属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有 是不是考察的就是它那几个构成的部分呀 那我们提到了不是带职业俩字的 就是带工作俩字的吧 所以会计职业理想 会计职业责任 会计职业技能 那递选项会计法律制度有没有这个呀 没有 所以它不属于我们的职业道德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还有谁呀 是不是还有会计工作态度 会计工作作风和会计职业纪律呀 这就是我们会计职业道德的构成 好 那我们刚刚那道题 是不是提到了会计法律制度呀 那对于这个会计法律制度和我们的职业道德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呀 也就是它们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这张图啊 那对于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律制度 它们在内容上是相互渗透 相互吸收的 那么在作用上呢 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 这是它们俩之间大的联系 那其中呢 会计职业道德 又是我们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 而会计法律制度呢 是我们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要求 还有基本的制度保障 你得先守法吧 对不对 所以法律制度是职业道德的最低要求 这就是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 所以大家把这张图稍微关注一下 谁是谁的补充 谁是谁的最低要求 这个你不要记会了 那我们了解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这里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 首先第一个 它俩的性质不同 那对于会计职业道德 它是自律性 自己要求自己的 那么我们会计法律制度呢 这是他律性 是不是法律去要求的呀 所以一个是自律 一个是他律 那从作用的范围角度来看 它俩也是不同的 会计职业道德 它是作用于外在行为和内在的精神世界的 而对于会计法律制度呢 它主要就是侧重于外在行为的合法化 那再来看第三个方面 就是表现形式上的不同 那会计职业道德呢 它对应的都是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 而会计法律制度呢 它主要就是成文的规定 好 第四个呢 就是实施保障机制不同 那会计职业道德 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来实现呢 依靠的是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执行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社会舆论 传统习惯和道德的评价来实现 而我们的会计法律制度呢 它是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的 好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评价标准 会计职业道德 是由行业行政管理规范和道德评价的 而会计法律制度呢 是由法律规定来评价的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好 那联系和区别我们了解了之后 来看一下第五题 这个多顺题 下列关于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表述正确的有 这块实际上考察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吧 所以首先是不是有几个相互呀 从内容上说 他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 那么从作用上来说 他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 所以A和B没问题 这是我们要选的 那对于我们的会计职业道德 它是会计法律制度的什么 重要补充 所以谁是谁的重要补充啊 他这说的是法律制度是职业道德的重要补充 不对吧 是不是说反了呀 是道德是制度的重要补充 那我们这个职业道德是法律制度的最低要求和基本制度保证吗 显然是不是也反了呀 应该是制度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和基本制度保证 对不对 我们得先守法嘛 所以守法是最低的要求 所以ABCD四个选项表述正确的只有A和B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 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第三个考点全部的内容当中 相对来说最为重要的内容了 那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包括什么呢 来就这八个方面 分别是爱国敬业 延洁自律 坚持准则 参与管理 诚实守信 客观公正 提高技能 强化服务 那这块我们怎么去考察大家呢 可以直接做一个多选题 那你下列属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只要涉及到这八项呢 你给它选出来 那也可以怎么考虑呢 给你一个描述 然后让你判断 这属于哪一个会计职业道德 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经典题解上的第六题啊 三选题 要求会计人员端正态度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实事求是 那么这体现的是哪一个会计职业道德呢 看到了客观俩字了吧 那你就照着客观找 是不是就是C客观公正 这个职业道德要求呀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考察的方向 根据描述 你来判断一下 它属于哪一个会计职业道德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七题啊 三选题 下列各项企业会计人员行为中 属于遵守坚持准则 这个会计职业道德的有 好那我们分析一下 哪个表述的是坚守准则 这个会计职业道德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你看A 职业谨慎 不动虚作假 这属于什么呀 其实是属于 诶我们这个诚实 首性的这个会计职业道德 对不对 那我们先跳过B啊 再看C 热爱本职工作 努力钻研业务 这目的是不是为了提高技能呀 所以它是属于提高技能 这个会计职业道德 那最后D选项 坚持职业标准 严格自我约束 这是不是属于遵守连接自律 这个会计职业道德呀 所以ACD都不顺 那就只剩下B了呗 那B是什么呢 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这就属于坚持准则这个会计职业道德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的是B答案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发现没有 我这个题是没有标题号的 因为它不是我们经典题节上的题目 它是我们官方教材上放的一道多选题 那这道题呢 我们在这把它掌握了就可以了 好 来看一下 下列各项企业会计人员行为中 属于遵守客观公正会计职业道德的有 所以这个客观公正 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出题的一类会计职业道德 那我们来看看哪些描述的是客观公正啊 你看A在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时 我们依然是坚持按照会计准则 计题资产的减值准备 那这是不是体现的就是 我们还是要真实的去反应这个资产的价值呀 就是客观真实的去反应 即使已经亏损了 那我们还是资产减值了 我们还是要照样给它体现出来 所以它体现的就是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 所以A我们是要选的 那再来看B选项 面对众多利益相关者 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 那这当然是客观公正了 好C在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时 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你说到独立 那它就属于客观公正 那最后D坚持以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为依据 进行会计处理 那就是真实的去反应企业的业务吗 我们反应业务的时候都是有依据的 所以这也体现的是客观公正 所以这道题啊 我们正确的就是ABCD四个选项 好这是我们教材上的一道题 一定在这儿能够理解了就可以了 好那么在会计职业道德的最后呢 我们这里讲到的是会计职业道德管理了 但这块内容我觉得它不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表格呀 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对于会计职业道德的管理主要包含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增强会计人员诚信意识 这块主要是强化会计职业道德意识 加强会计诚信教育 那第二个就是建设会计人员信用档案 包括建立黑名单制度 信用信息管理制度 完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那第三就是会计职业道德管理的组织实施 那组织领导广泛宣传 还有褒奖手信的会计人员 最后一个呢 就是建立健全会计职业联合惩戒机制 那这个联合惩戒对象 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违反了会计法 公司法 证券法等违背了城市信用原则 经财政部门及相关部门 依法认定的存在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的会计人员等等 所以这块你就记住俩词 一个是违反 一个是违背 这就是我们的联合惩戒对象 那这块的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最后一个就是常见的联合惩戒措施 我觉得这个呀 你了解了解就行了 千万别去抠字眼 包括什么罚款啦 限制啦 追究啦 记录档案啦 发布失信当事人信息啦 行业惩戒啦 限制取得任职资格及获得证书 限制评优 限制担任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董事 监事等 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作为招录招聘等参考 这就是我们给出的几个联合惩戒措施 好 这个表格的内容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第八题啊 是一个多选题 联合惩戒对象主要指在会计工作中 什么来着 就俩词儿 一个是违反 一个是违背 你照着选就行了 A 违反会计法 公司法 证券法 你看C 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的文件 还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 那这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的联合惩戒对象呀 所以你看ACD你给他选出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到这呢 我们第三个考点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那核心的内容是哪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强调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及主要内容 尤其是这个主要内容我们要会判断 那给你一个描述 你要知道它体现的是哪一类会计职业道德 好 那第三个考点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第一章的最后一个考点 第四个考点 内部控制基础 那和第三个考点类似啊 这一块的内容也比较少 它也都是一些文字上的表述 所以呢 大家还是重点关注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强调的内容 那么第四个考点 我们主要涉及两个部分 分别是内部控制的概述和内部控制要素 来 先来了解一下内部控制概述 这里是一颗星 一般重要 了解即可 来 主要就是三件事 概念 作用和目标 那什么是内部控制呢 就是由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 谁来实施内部控制呀 包括董事会 监事会 经理层和全体员工 这些都属于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 由他们实施的 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 这个就叫做内部控制 那其中我们控制的过程包括什么呢 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风险控制 信息收集 整理传递与运用的全过程 这块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那内部控制的作用是什么呀 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合理保证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管理 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 这就是内部控制的作用 最后要达成的目标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 资产安全完整 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好概述我们就说到这 来接着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议题 我们来看第一题多选题 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包括谁来着 我们刚刚是不是给大家列举了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 所以这道题ABCD这个选项 来再看第二题 同样是多选题 属于内部控制的目标的有 把我们刚才给大家念过的那个目标 你有印象的选出来 是不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呀 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 保证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还有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吗 这都属于内部控制的目标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啊 就是内部控制要素了 这里我们两颗心那就说明 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吧 所以内部控制这儿 其实如果说它要在考试当中考察的话 我觉得考内部控制要素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那内部控制 它一共对应几个要素呢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一共有五个要素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叫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影响制约企业内部控制 建立和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 好这就是内部环境 那我们要关注的是后半句话 它是实施内部控制的什么呀 基础 所以谁是基础 内部环境是基础 那第二个要素就是风险评估了 即时识别科学分析和评价 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并采取应对策略的过程 哎后面你要注意了 它是实施内部控制的什么呀 重要环节 所以谁是重要环节呀 风险评估 那么它主要包括风险目标的设定 风险的识别 风险的分析和风险的应对 好那第三个控制活动 企业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 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和程度之内的过程 那它是我们实施内部控制的什么 看清楚这儿 具体方式方法和手段 这个说的就是控制活动这个要素 来第四个 信息与沟通 即时准确完整的收集和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 并使这些信息以适当的方式 在企业有关层级之间进行及时的传递 有效的沟通和正确应用的过程 它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 好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内部监督了 企业对其内部控制的健全性 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形成书面报告并做出相应处理的过程 它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保证 对不对 我们得监督嘛 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内部控制的实施嘛 包括持续性的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 那提示当中的这句话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是我们内部控制监督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这个自我评价 所以这块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千万不要去抠字眼 把我强调的这些你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啊 首先它们是有机的多维的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 那这五个要素呢 你看一下第一个是不是内部环境呀 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我们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 也是环境条件 那第二个控制活动 它是我们实施内部控制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手段 第三个风险评估 它是我们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和对象内容 那第四个信息与沟通 它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 那最后第五个是什么呢 就是内部监督了 它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保证 所以对于内部控制要素 这样PPT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你一定要搞清楚谁是基础 谁是重要条件 谁是重要保证等等 这就是我们内部控制要素之间的关系 好 那么到这儿我们第四个考点就结束了 那么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内部控制要素这里 好 那第四个考点结束之后 我们是不是第一章就全部都结束了呀 其实第一章的内容不多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分析了 它所占的分值也不大 大概就是五分左右 而且说实在的 第一章虽然它也算一个入门章节 但和我们后面章节的联系是不大的 但是我们作为会计小白呢 你总得知道会计是什么 会计的职能有哪些吧 对不对 这些相关的理论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的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的 把这一章给它学下来 那么在这一章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想送给大家这么一段话 如果一个人害怕 他还会勇敢吗 一个人只有在害怕的时候 才会勇敢 这是来自于美剧权力的游戏当中的一句话 那即便你没有听过上面的话 你总在现实的生活里 见过听过一些人在贩卖焦虑 然而如果问你你焦虑吗 你会说谁不焦虑 那我们总会因为得不到 赶不上错过了 这些在未来莫须有的事情而感到焦虑 似乎是损失规避的心理效应 让大家开始做出行动 寻求改变 但你要知道 并不是恐惧让你勇敢 而是你心中饱含着的爱 让你充满勇气 那可以是爱你的家庭 你身边的人 当然也可以仅仅是爱你自己 甚至是爱未来的自己 害怕让你被动的勇敢 而爱给你注入的是 更积极主动的勇气 被生活追着跑 还是拽着生活奔向你要去的地方 这是到送分提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第二章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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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